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首尔江南区的一个富人家庭中 一个男孩孤孤坠定 年轻的父母给孩子取名为李东健 他们希望孩子可以成长得健康又出众 某种程度上来说 很多年以后 李东健达到了父母对他的期望 因为出生于富人家庭 又是家中长子 所以从小李东健就被父母寄予了厚望 他在父母安排的精英教育下逐步成长 只是随着一天天的成长 中学时期的李东健开始渐渐地 偏离了父母为他规划的航道 他不可自拔地爱上了音乐 并立志将来一定要成为一名歌手 17岁那年 还在读高中的李东健 作为青年歌手 第一次出现在了电视音频中 此时一起风发的他 拿着通往娱乐圈的入场券 高高兴兴地做起了一夜成名的美好 但事实却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 虽然唱歌的李东健 看起来也是深情款款 但不知是因为天赋不足还是时机不对 作为歌手活动的李东健 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 所以在发表完第一张专辑之后 18岁的李东健 又开始往音乐剧领域发展 接下来的几年中 李东健又发表了第二张专辑 陆陆续续参演了不少音乐剧 只是一直都是反响彬彬 一直到了2002年 出道近5年的李东健 在经纪公司的建议下 开始将事业重心从唱歌转变为演戏 凭借着帅气的外貌和183公分的身高 22岁的李东健 很快便在韩式爱情剧中 收获到了第一批粉丝的喜爱和认可 与此同时 李东健也与20岁的女演员金敏珍陷入了热恋 他们因为拍摄音乐剧而相识 短短数月便从朋友发展成为恋人 而金敏珍也成为了李东健 在娱乐圈可查询到的第一任女朋友 至于李东健再往前的恋爱对象 暂时无迹可寻 但这段低调的恋情仅仅维持了一年多之后 李东健便与金敏珍分手 此后的十几年中 李东健也开始了他拍一部戏 《爱一个女演员》的烈焰故事 也许真的应了那句俗语 情场失忆事业得意 在与金敏珍分手的同一年 李东健先后拍摄了两部大爆的作品 2004年年初 他和演员韩智慧合拍的电视剧 新娘18岁成为爆款佳作 而李东健和20岁的韩智慧也因此走红 不过比起电视剧的成功 更有意义的是 这部剧促成了李东健和韩智慧的缘分 在拍摄的过程中 他们因戏生情 随着剧集的完结 李东健和韩智慧 在戏里戏外都成为了观众心目中的金童玉女 到了2004年年中 李东健又出演了经典韩剧《巴黎恋人》 凭借着剧中深情男二号的人设 24岁的李东健成为了无数名媚心中的完美欧巴 也许是爱于公司的阻力 当时已经与韩智慧恋爱的李东健并没有公开表明两人的关系 直到一年之后 李东健和韩智慧再次合作电影《必行男友》期间 他们被拍到了在戏外手牵手的亲密照 于是这段地下恋才正式公开透明化 当时正在热恋期的韩智慧 还高调的赞扬男友 他是男人中的男人 为了爱情他可以献出一切 而李东健也在综艺节目中表白女友 自从公开我们的关系之后 得到了很多人的祝福 我们也变得更加的轻松 所以我们也一定会更加努力的相爱下去的 之后再被主持人问到人生中 最值得纪念的作品是哪一部时 李东健效忠洋溢地表示 对我来说当然是新娘18岁 可当最初的荷尔蒙退却之后 外人眼中宛如天生一对的李东健和韩智慧 终究还是没能走到最后 他们之间最大的矛盾爆发在2007年 这一年李东健和韩智慧多次传出分手消息 甚至有媒体拍到了韩智慧探班李东健 但却在片场与男友发生争吵 最终哭着离开的身影 没过多久 李东健参加朋友婚礼 被问到是否有结婚计划时 李东健也简易无可奉告四个字 逃色媒体 而2007年年底 韩智慧在KBS演技大赏的获奖感言中 也罕见的没有提及李东健 种种蛛丝马迹联系在一起 李东健与韩智慧的关系 也成为了当时媒体们最关注的话题 果然到了2008年1月4日 经不起逼问的韩智慧率先承认了 也与李东健结束四年爱情的事实 虽然之后 李东健表示分手是因为二人性格不合 但他没想到 此后他再也没谈过超过四年恋爱的女朋友 与韩智慧分手之后 李东健在2008年又发生了两件大事件 第一件就是2008年3月 李东健的亲弟弟在悉尼留学时被人杀害 去世时年仅二十岁 而刚与他分手的韩智慧 哭得像个泪人似的 出现在了李东健弟弟的葬礼之上 给足了前人体面和安慰 但弟弟遇害后没多久 李东健很快便找到了新的爱情 来代替情情上的伤痛 2008年年底 李东健引邀客传电视剧明星的恋人最后一集 从而认识了比他小五岁的女星车一连 仅仅一场对手戏 李东健就和车一连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他们在2009年3月左右 频频被拍到牵手约会的亲密照 但不管绯闻传得如何 李东健和车一连都选择既不回应也不否认 但没想到 爱情来得快 去得也快 2009年8月 李东健和车一连就选择了分手 讽刺的是 直到分手 李东健都没有承认车一连的女友身份 反倒是女方的公司 公开表态 最近车一连和李东健的关系 的确没有之前那么亲密 以此坐视了二人曾经交往的事实 结束与车一连的短暂恋情之后 30岁的李东健暂停拍戏 低调入伍服役了 两年多之后 32岁的李东健正式回归迎评 而他的身边又开始陆陆续续的 出现了不同的女人 2013年 李东健接拍了退役之后的第一部作品 未来的选择 虽然这部电视剧扑得一塌糊涂 但剧中的男女主演 李东健和尹恩惠却传出了绯闻 等过了一年半之后 李东健的绯闻对象 又从尹恩惠变成了李优力 原因和前几任出奇的相似 因为李东健和李优力 合拍了电视剧 Super Daddy 所以两人传出绯闻 但同样是半年之后 这段绯闻也戛然而止 而巧合的是 李东健又一次有了新的绯闻对象 朴志妍 朴志妍是韩国女团TARA的人气成员 她和李东健在2015年 因为电影邂逅而相识 在拍摄电影期间 两人假戏斟作 确定恋爱关系 因为朴志妍 比李东健小13岁 所以当35岁的李东健 和22岁的朴志妍 公开恋情之后 这段恋情也一度在韩网引起热影 而李东健对这位小女友 也的确是爱得高调 时不时公开表白 在社交媒体上传亲密照 俨然一副被爱情套牢的模样 可甜言蜜语还言犹在耳 李东健却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心动对象 在和朴志妍恋爱期间 李东健因为拍摄电视剧 《月桂树杨福殿的神士们》 认识了女星赵颖希 此时的李东健一边在戏外 和朴志妍谈情说爱 一边又在剧组和赵颖希暧昧不清 同时维持着两段关系 真真诚的上市 时间管理大事 到了2016年年底 职终于抱不住火了 而朴志妍也见识到了李东健的花心 2017年2月2日 朴志妍通过经济公司表态 已约2016年年底 和李东健结束恋人关系 有趣的是 前女友刚官宣完分手的消息 2017年2月28日 李东健就承认了和赵颖希的恋结 从之后发生的事情中可以得知 李东健之所以会这么快承认赵颖希的身份 是因为女友当时怀孕了 他们在2月官宣恋爱 5月登记结婚 途年年底成为新手爸妈 一切快得就像龙卷风一般 让人难以相信 放子成婚之后 李东健当了一段时间的奶爸 就在外界都以为李东健沉醉于宠妻爱女的生活时 却传出了李东健与赵颖希离婚的消息 2020年5月28日 赵颖希透过经济公司 表明已与李东健协议离婚 离婚后 她将独自抚养女儿 至此 他们回时三年的夫妻关系 正是画上了句点 因为离婚的消息 本就感情口碑不好的李东健 被无数网友冠上了渣男的称号 而她那深情人设的滤镜 也在粉丝的心目中破得稀碎 要说渣男称号 李东健一点也不冤 纵管她在娱乐圈的几段感情 当真是一点空窗戏也没有 不仅拍一部戏爱一个女主角 还每段感情都难以长久 就爱刚走 新欢立刻就出现 这谈恋爱的能力 也的确非一般人最能契机 如果李东健考虑出本《撩美攻略》 我想萧璐一定会公布宴求吧 不知是不是受感情风评的影响 自离婚之后 李东健就再未有新作品问世 如今提及她 最先出现的关联词就是渣男 从韩刘欧巴变成渣男代表 李东健的改变 想想也是让人不胜唏嘘 现在的李东健也才41岁 有钱还有盐 也还算得上是高富帅也美 如此优异的条件 再加上大叔般的成熟魅力 也不知下一位被李东健看上的女星 又是谁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